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呢是brother 兄弟 也就是哥哥或者弟弟 grandpa 爷爷或外公 爷爷或外公 那我们在正式的用语当中我们也会常见到说grandfather grandf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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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是什么呢 yes grandma grandma 或者是外婆 grandma yes 那我们刚刚说爷爷在正式的场合我们会说grandfather 那现在要考一考大家咯 奶奶或外婆在正式的场合又会叫做什么呢 yes grandmother grandmother grandfather 接下来是sister sister sister 姐妹 也就是姐姐或者妹妹 那以上就是主要的家庭成员 那以上就是主要的家庭成员 除此之外啊 咱们的uncle 叔叔 aunt 阿姨 还有uncle和aunt的孩子们 cousin 他们扮演了也非常重要的角色 aunt 在英语国家呀 所有的伯伯 伯父 叔父 舅舅 等等 我们都叫做uncle 那所有的姨妈 嬸嬸 小姨 姑姑 等等 也都叫做aunt 那他们的孩子不管是表兄表弟表姐表妹 我们都会叫做cousin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呢 是的 那小朋友们在称呼哥哥姐姐或弟弟妹妹时 如果你们关系非常的好 也可以叫对方的名字 对 嗯 那在我们的日常对话当中 大家可以活学活用 也就是 将妈妈这个角色 任意的切换成 爸爸 Daddy 或者是 Grandma Grandpa Uncle Aunt Sister Brother 嗯 嗯 当然了 在幼儿园的时候 如果咱们的老师 咱们的老师 teacher teacher 老师 嗯 正在进行这样一组对话练习的话 那妈妈这个角色也可以换成teacher 那比如说teacher Mabel 或者是teacher John 对了 好的 那现在我们正式开始学习今天的对话 首先 首先是我们的小朋友 Mom May I have an apple please 妈妈 我可以吃一个苹果吗 May I have an apple please 所以你可以记住了一个苹果 我们说an apple an apple 一般情况下呀 嗯 所有的名词 以a e i o u 开头的 我们都是用an an apple 比如说an egg an egg an eggplant an eggplant an eggplant 那 嗯 关于这个用法呢 我们在日后的学习当中 会逐渐的用到 小朋友不用担心 好吗 我们会 每天 进步一点 OK 我们再来读一遍 Mom May I have an apple please 那这个时候 嗯 咱们的妈妈会说 Sure honey Here you are Sure honey Here you are Honey Honey 是什么呢 对啦 Honey就是宝贝 那 其实Honey 也指什么 蜂蜜 想一想啊 蜂蜜 真的非常的便宜 就像我们的宝贝 对于我们爸爸妈妈一样 所以呢 我们说honey 那有时候我们也会听到sweetie sweetie sweetie 也是指甜心儿 宝贝的意思 所以honey 也可以任意的切换哦 再读一遍 那 在我们得到了别人的东西或者是任何帮助了之后我们应该说什么呢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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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在发think的时候呢 把咱们的舌头呀 放在上牙齿和下牙齿之间来发这个音 这样子啊 就会发的相对会准确一些 那刚开始学习英语的小朋友和咱们的爸爸妈妈不用担心 咱们一步一步来好吗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那不客气是怎么说的呢 yes you're welcome you're welcome 不客气 you're welcome 当然了 you're welcome 是非常正式的一个回答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关于不客气的用语 我们呢会在今后的学习当中一一的来学习 下面啊跟着Mabel老师再将今天的这一组对话再学习一遍好吗 mang may i have an apple please sure honey here you are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好了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对话 是不是非常简单呢 语言学习啊 就是一个非常简单 但是呢 需要我们每天都要持之以恒的一个学习 它是一个嗯 长期的过程 因此我们希望啊 小朋友们和爸爸妈妈们一起参与到这样的日常对话当中 通过每天五分钟的一个练习 我相信啊 在不久的将来咱们的小朋友们还有咱们的爸爸妈妈们也会说一口非常流利的英文哦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对话学习 我希望嗯 在接下来的日常训练当中啊 小朋友们和咱们的家长朋友们将妈妈这个角色任意的切换成爸爸 Daddy Grandma Grandpa 还有其他的角色 那也欢迎小朋友们将你们的对话练习分享给Mabel老师哦 好的 谢谢大家的观看 Thanks 咱们下期见 拜拜